因应中央防疫的措施 今年台东元宵盛会 炮炸邯严宣布取消 而专是邯丹严的台东玄武堂 为了让信众不出门 也能够获得神明的庇佑 和科技团队 推出了云端平台 提供数位参拜 点灯 捐炮等服务 并且在农历3月15号 邯丹严生日当天 线上直播 炮炸邯丹 消灾解饿 元夏节就快到了 除了北天灯南风炮外 震撼力十足的台东炸邯丹 也被观光局列为 全国十大观光活动 但受到疫情的影响 考量防疫优先下 主司邯丹严的台东玄武堂 宣布取消炮炸邯严活动 民众不免觉得可惜 就是这个文化也可以保存 但是就是 还是防疫工作优先这样子 邯丹严的信仰由来已久 为了让各地信众 在减少人与人之间的近距离接触下 都能获得庇佑 台东书堂严与科技团队合作 推出云端宫庙平台 提供数位参拜 点灯捐炮 日常捐献等服务 让信众不用出门 也能参加炮炸邯丹活动 消灾结恶 区域保平安 我们就贴出让民众来煎炮 我们邯丹严的圣诞千休那一天 才炸这一场起舞炸邯丹 一方面是因为疫情嘛 刚刚已经煎了 就一风 云丹认捐邯丹炮的服务 让邯丹严的庇佑 不受疫情与时空间隔的影响 无怨佛界 民众所认捐的邯丹炮 也将在农历3月15号 邯丹严生日当天进行炮炸 并以直播让大家一起云端参与活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